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叫Joni 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来到我们当中 从他的外面外表看起来是何等的美丽 年轻 但是你万万想不到他居然是 参加我们今年11月份的国会议员的参选候选人 那他的名字叫陈柔恩 Anita Chen请欢迎你 谢谢 欢迎你 你要不要跟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你自己呢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陈柔恩 温柔的柔恩点的恩 我从小就在盛河西长大 那现在代表共和党加州第17选区的候选人 那我们初选三月的时候已经过了 对而且我们成绩非常的好 然后 哇 我也觉得很惊讶第一次可以这么的好 不过受到大家很大的支持 所以有今天的成绩 那我们就可以到11月的中选 就是决赛 哇哇哇哇 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对吧 是吧 就是Anita 你怎么会想到会去参与政治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26岁 像你这么年轻 他们肯定有很多的梦想 可能还在谈恋爱啊 或者是找工作啊 对不对 那但是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动力 你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in my opinion 真的是 我第一次听到Anita的时候呢 是透过我的教会 还有我的牧者 然后我听到说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我自己也很吃惊 我说 我也很希望能够认识你 so in a way like我 我其实很高兴 今天可以跟你做这个一个 这样的一个采访 so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情 来让你被启发呢 会鼓励你去走上这条路呢 呀 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有这个会谈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勇敢的方式 所以你今天站出来 然后愿意有这个conversation 我想也是勇敢的一个方面 那我自己的故事是 其实我当英文老师也当大概12年的时间 那我一直都是教学生 要勇敢的说出他们的故事 勇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因为当他们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改变世界 Amen 对 那我在课堂里面一直跟他们这样说 不过去年 我发现在一方面 我自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发现在美国人口贩卖 尤其是性情贩卖 小孩子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目前大概是10万到30万个孩子在美国 对 而且大部分 大概80%都是美国公民 或是在美国生长的孩子 对 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目前的政治人物 或者法律 好像都没有再关乎这件事情 而且这是我们 在我眼里 是社会当中最委屈 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为他们发声 对 我知道 就说Anita 她其实非常的关注 这些这个方面的弱势群体 特别是对于妇女 跟小孩方面 对吧 那你在这一次 这也是 sort of like 第一次 还有你的政治方面的 这个一个 其中一个 叫什么 就是你在推广的一个 主要的point 就是你的参政的其中一个 但是你觉得 从你从小到大 你曾经有梦想过 你会 或是想象过 你有一天会重振吗 我没有想过 我记得我大概12岁的时候 很想当外交官 不过想说 可能成为一个 亚裔的女性 可能走不通 真的吗 所以后来 对 在美国可能是 有点困难 对 就是这是我那时候 收到的一些讯息 所以我就开始走 商业 还有教育这条路 这就跟大部分 我们的华人小孩一样 我们都 父母亲都希望你 不是做医生 或者是就是从商 对不对 就是做business 他读好书 念好书 然后来得到一个好的学位 然后找工作 但是就不会 千万不要孩子们参与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服侍神 千万不要去做fulltime 服侍神 或者是从政治啊 或是一些 说是艺术类型的工作 对吧 但是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非常的 我是觉得非常的 很佩服你 有这样的勇气 所以其实原来你12岁的时候 就已经对这方面 不完全是政治啊 但是其实关于 这是国家的事项 的事情是有兴趣的 对 只是说你发现 做外交官 可能不是那么的合适 在美国 在对于一个亚裔的身份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参与这个国会议员 你觉得可以 带出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就是说作为亚裔 对吧 你觉得 为什么会转向成为 参选国会议员呢 我想回应刚刚您说的 就是说 我想大家心中都有梦想 对啊 那要去追求这个梦想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不过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我的勇敢 对 所以鼓励就是 在座各位 或者听众 如果心中有一个梦想的话 可以勇敢的去追着那个梦想走 那至于我呢 为什么要走国会议员 我觉得国会议员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呢 你是代表你那一区 我是加州第17区 对 那这一区的确非常多的亚裔 那我觉得很重要 让他们感受到说 代表他们的人 跟他们有很多共同性 让他们可以信任他们的代表 那第二呢 就是国会议员是国家性的一些政策 对 那尤其这个人口贩卖的问题 南边界的问题 或者一些吸毒的问题 真的的确就是一些国家性的 国家性的 就是你关心的这个议题 大部分都是跟国家的问题有关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到这个全国的这个层次 这个层面去解决 是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 你是有一个信仰的背景吧 你都是基督徒 那其实我们在看很多议员啊 或是参选从政的人 他们都有说我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困惑 为什么他们是基督徒 就确是做一些事情 或是做一些support 他们的一些的议题 不见得好像完全跟我们基督徒的value align 你是怎么样看呢 你觉得其实做一个基督徒 要参与政治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struggle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觉得差距 你觉得你是要 overcome 或是你要去调整会改变呢 Yeah, I think 我的回应就是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Yeah, and 我想每一个人当基督徒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calling 呼召也是不一样的 那以我个人来说呢 我是会看看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 然后呢 想想我现在 如果要带成政策的话呢 是长什么样子的 就像我们说 人口贩卖这个问题 其实是个dignity issue 是个dignity issue 这个人 他的价值 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会为我妹妹打抱不平的话 我想我应该也是对这些弱势 也要打抱不平 就是看着他们的 their inherent dignity 这个人生命的价值 来做政策 嗯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基督徒我们大部分很关切的议题 可能跟你今天所分享的议题有点不太一样 是 对不对 他们可能会 我不需要在这边很明显的说出来 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现在看到美国的走向 或是他们的那个领导的方向 或是做一些政策可能好像 诶怎么跟我们的价值格外违背这么多 但是很有趣就是说你没有 其实并没有去触碰这个方面 反而你是在主要强调就是弱势 其实弱势还有更多的人群是我们忽略的 平常我们并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的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你是看到像美国有一些不不足的地方而站出来 为这些那些人群站出来 yes this is like amazing 就是谢谢你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有一个那么年轻又勇敢的代表 yeah 我想您这样说的时候会想到两句话 第一个呢就是 our most accurate measure for justice is the way that we treat the most vulnerable that is our most accurate measure so这句话也许你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就是一个人你怎么衡量一个人 就是看他怎么样对待弱势群体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品质 他的真实的价值 核心价值跟信仰 而不是只是说我们根据圣经的某些教导或是条文 这就是就等于我就是基督徒了 而是还要行公义好怜悯 对不对 但是公义跟怜悯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议题也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也觉得 他们也是在行公义好怜悯 当他们专注在某一些方面的议题 但是其实也发现原来还有更多的议题 在美国正在发生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想大家的呼召都不一样 那大家专注点可能也不一样 只是刚好这就变成我的专注点 对 那第二句话是Jeremiah 22 它说是说神是在谈议的王 他们是为他们发生 神是为他们发生的 所以我希望跟神走这一条路 走在这条的心意上面 对 非常好 那你觉得你圣经里面有哪些人物 是最让你被启发的 最鼓励你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 你知道都 特别你又是一个女性 不只是女性又年轻 还有又貌美 还有不只是这些很好的条件 而是说整个参与政治的过程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挑战 只是一讲出来 我心里面都已经认了一下 居然这个这么多的挑战 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的人物 或是帮助你真的是 一路以来可以继续有勇气去走下去 这是非常困难 我很感恩在我旁边有很多帮助我的人 让我每天可以勇敢的面对我的害怕 面对事实 然后我觉得很 让我觉得可以成为我的榜样是以尸铁的故事 以尸铁对 就是你发现你觉得以尸铁它怎么样子鼓励你呢 我觉得以尸铁它的言语真的非常的厉害 它的话就像那种柔道 柔道 以柔至刚 对非常的柔软 一方面很柔软 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尖锐 就是达到它要讲的意识 对所以我想 这也是特殊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特长 对 就是你可以以柔克刚刚好的名字也是一个柔 对对 柔恩 对对对 所以就像以尸铁一样可以在王面前有恩典 然后以柔克刚 是不是 以柔用女性的特点来带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 对 然后就是我也很想要问你一个 就是说在这一路以来你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 或是你可以小小的分享 或是以后我们的观众可以为你来祷告祝福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there's quite a few different questions that you can pick and choose 如果我可以容忍大家容忍我这样说 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愿意走出教会的市墙 因为在这个市墙外面有一个美丽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伤痛的人 很多需要的人 那我们可以把耶稣的爱带到这个教会的市墙外面 因为其实圣经有跟我们说神爱世人 不是只有在市墙里面的世人 而是全世界的人 世界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 而是教会以外 是整个世界 我们成为我们祷告的回应 对 所以你觉得你走出去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 就是你觉得很特别的经历 或是特别困难的经历 你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的 或是很特别感恩的经历 I don't know 困难吗 很感恩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竞选团队 可以真的受到很多大家的支持 我记得那时候收签名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收签名 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谢谢 我一直想传讯息 然后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跟你们表达我的感恩 我希望今天用到媒体的力量来谢谢大家 那时候我们在收签名的时候呢 其实我只需要好像四十几个签名 就可以上那个ballot 不过我们签名收的越多 他们收我们的filing fee 就越低 所以基本上一个签名 大概八十七三这样子 所以累积签名越多 就是discount很多 帮助你的campaign省签 是是 然后好像是我们收到一万两千个 一千六个签名 就会免费 对那 这是多少钱 如果我们后来收到 我想一下 一千两百个签名 一千两百个 所以就是基本上 快免 大部分是 都cover了 这是一个见证 是 然后我们拿给他们的时候呢 他就说 没有人 就没有人会去收集这么多签名的 那我们拿给他们是这样一叠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连 那个registrar voters 他们也非常的惊讶说 哦 你怎么可以拿到这么多 对 而且你又是第一次 对 所以我觉得说要感谢大家 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就是说 常常我们尤其身为亚裔 我们会觉得 哦我们的声音 太小了 对 doesn't matter 没有人在意 只是 可是当我们勇敢站出来的时候 勇敢去收签名 勇敢跟朋友说要投票 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是是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声音 当我们在勇敢面对的时候 勇敢去做那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声音 有力量的时候 对 就是在一起 对 and it makes a difference 对 大家看见 因为你如果分散 其实看不见 大家都不知道有一个声音 但是你有一个 image togetherness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代表性 那个政府跟国家 就是说这个 这个community 才会看到你 才会知道你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见证 哦 oh I'm so happy 真的是 因为我也其实很好奇 因为想到说 你要 你是怎么样决定参与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一些 sign from the Lord 就是从神来的一些 I don't know confirmation would that be one of them 就是像你刚刚说 刚刚算是一个 其中一个小小的经历 就是让你经历神 yeah yeah 你有没有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 有没有 诶神是怎么样 你很清楚知道说 诶这是神要你 走上的这条路 yeah 我想团队吧 就是 因为我们真的是 一方面是菜鸟 就是 真是菜鸟 这什么都不懂 这白纸 对 不过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竞选团队 非常奇妙的 可以在一起 然后 每一个人的特色特点 尤其他们的强项 就是融合在一起 可以组织一个 非常有能力 而且一个非常agile 非常有弹性的 的团队 然后我们可以做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很好 真的是 看到神在你身上 在一路以来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带领 也看到你一步一步 怎么样子 去overcome 这些的困难 还有真的 借着这个团队 让你有勇敢 也给你这个资源 跟支持 可以继续这样子 来走出来 那你有没有一些 特别的话 要跟我们的观众 我们这个观众 大部分都是 广东话背景 或是粤语背景的 那你觉得也是基督徒们 那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特别话 你想要鼓励我们呢 或是跟我们分享 我想 常常我在跟 第17期的选民 在说话的时候 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妈妈 爸爸 孩子 还有一些是爷爷奶奶 他们看到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不管是社区安全 或者经济膨胀 或者是教育 自由的一些问题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关乎 然后同时 他们有一个无助感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们说的话 别人不在乎 没有意义 可是我想传播的 就是跟大家说 其实你的声音 非常有意义 非常的重要 当你愿意 走出那可怕的一步 当你愿意走出 你的comfort zone 你习惯的地方 你的声音会开始 越来越有力量 也许今天只是 你开始投票 或者今天你开始 跟朋友说 或者甚至你来 加入我们的 团队跟社区 有所互动 我想当我们这样做 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勇敢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声音 一定越来越有力量 我相信 当我们把我们的声音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一个 好像一个 victory shout a rallying cry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团结就是力量 对 然后我们的声音 就会带出影响力 可以真正的改变 你的社区 对啊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很高兴能够跟 Anita来分享这一段时间 祝福你的 谢谢 11月份的选举 能够全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很满耶 的schedule 嗯 yeah I try sometimes it is sometimes it's not 因为你还有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PhD 现在在study and then and this like I don't know what else you can put more on your plate I think one request I'll make at some point is like 有人给我一个台词 不只给我你的投票 也要给我你的支票 那场 这样我们一起打 yeah so I need to say it it you know so at some point that's my special message everybody your special secret message that's my final message please please my birthday is coming out yeah that'll be the greatest blessing not just pray for me please just be real be real oh